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凯波中央新闻 我是徐自扬 新闻一开始 首先来看到 守护山城民众用入安全以及便利性 太阳市政府建设局 投入约10亿元 启动连接东市区石城街 以及丰园区丰湿路的避风桥改建工程 为了确保工程能够如期如期完工 建设局长陈大田前往会刊 并表示 目前进度达16% 7月24号开始封闭桥梁 8月1号进行拆除 捡气机车该由长根桥出入 设计的一个条件的需求 也是容载的一个设计值 850公吨 这个是符合我们的一个设计值 听取施工单位的简报 为了确保披风桥改建工程 能够如期如值的完工 台中市建设局长陈大田 这一天前往会刊 并且表示 目前进度达16% 7月24日开始封闭桥梁 8月1日进行拆除 请气机车改由长根桥出入 我们希望这个工程如期如止 同时也要重视整个公安 然后也让我们地方的民众 了解到这个相关的配套 尤其是要绕路的 要替代道路的 这部分都要做好相关的宣导 一般的居民 我们跟平常要到我们山城的游客 那我们是从上游 是刚罢了上游 上面有一个长根桥 它可以绕行我们的省道 再回到我们的编号道路 那大概多了五分钟的绕行时间 守护山城民众用路安全 以及便利性 台中市政府建设局 投入约10亿元 启动连接东市区石城街 以及枫园区枫市路的 皮封桥改建工程 预计114年7月完工 除了我们这座便桥 我们可以提供我们在地的居民 有两个时段点 一个是早上的7点到9点 另外一个是下午的4点到7点 是可以来开放通行 不过请依照竖线跟指引中间来通行 我想我们会在影响大家最小的状况下 来做好我们这个工程后续的进行 披风桥的改建将以几倍桥形式重现 踩大跨距钢桥横越大甲溪深槽区 除了大幅提升桥梁安全以外 也融入在地农产元素 以及夜间投光 营造地方特色亮点 在完工之后 山城民众就有一条更安全便利的桥梁道路 可以使用了 台博中章新闻记者陈阳源 东市采访报道 为了改善陆港老街周边 每逢强降雨一言水之苦 展望县政府 及一项经济部水利署 知识经费 于洛京国小操场下办理续红池工程 日前办理动土典礼 县讲文惠美 镇长许志宏等人共同参与 期望工程完工后 不及指引陆港老街 长期有学困扰 也让来陆港的游客 能够有好的停车空间 希望陆港 可以走向更国际的观光城市 张华县长王惠美 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 陆港镇长许志宏 立委陈旧宝等贵宾 共同替全国首创的停车场 兼旭红池 骑浮动产 第一产开工顺利 中央补助加上 县府自筹三亿的经费 预计下个月开始动工 希望完工后 可以疏解陆港地区的 淹水及停车问题 港地区最低洼的地方 但是它又具有非常丰厚的文化 以及历史相关的一些景点 都在这边 每年只要一有大水 从过去可能到 膝盖以上的积水 到这几年 我们从我们的工会堂设置 米干县一直到我们旧路港溪 已经可以让积水的部分变低 但是遇到现在的强降雨 偶尔还是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也要特别谢谢水律署 很支持彰化县政府的这个 净流分摊 那最主要这是在一个都会区 那没有办法像 像园林这样的话 能够有个园林园 这么大的一个场域来对峻 所以我们只好往下来 这个做相关的一个处置 那现在这个弱金国小地下的 这个蓄泳池 它平时可以提供给大陆港地区 来的旅游客 或者我们在地的乡亲 有一个好的舒适的一个停车空间 那一遇到我们台风 或者我们强降雨的过程中 就可以来堆积我们的这个水 那大概可以有1万2千 这个立方米的一个这个量体 陆港镇是台湾最古老的城镇之一 有丰富的人文庙鱼古迹等 加上街道狭校 如何治水对水利署来说 是很大的挑战 在落实这个浸流分担计划 然后在学校结合校园 一起来设置的一个制洪空间 它不但平时可以当作 陆港这个观光地区 它的一个停车场 在下大雨的时候 它能够蓄洪 而它的水还可以在大雨过后 把它抽出出来 成为我们陆港溪 沿岸这个水岸的这个环境的用水 它是一个非常多功能的制水工程 我们相信这个工程 如果能够顺利的话 陆港镇的居民可以享受 跟台北市一样的防洪保护标准 唯一一年多的工期完工之后 预计提供107个停车位 遇到台风或是强降雨时 蓄洪量体约为1万2千立方公尺 希望制水工程完工后 成为全国制水的标杆 开播中商新闻 林贵陆港采访报道 通往大雪山国家森林 一二区的大雪山林道 大陆狭窄 加上车为宿营 或上山泡茶避暑的民众 经常占用停车位 导致假日经常塞车 东市林区管理处 为了改善这种情形 在林道旁划设停车阁 8月1号起 将尾由台中市停车管理处收费 与人工巡查 每4小时50元计费 7月15号起 并协调风云客运251路公车 延时到渊准山登山口 将事半一个月 盼望减少占用停车阁 以及改善大雪山林道 载车情形 炎炎夏日气温飙高 大雪山国家森林游乐区 及林道沿线 有容大量民众乘凉避暑 林道沿线经常出现泡茶野吹 搭棚占用车阁等乱象 且在27K 淵卷山登山口等停车热点区域 部分民众 有长期使用车位塑营的情况 造成想登山的民众一味难求 那也因为这样的行为 有可能造成森林火灾 乱丢废弃物 排放污染物 而造成对于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 为了进行有效的停车空间管理 领管处基于使用者付费原则 也希望能够保障更多人使用的权益 所以东市领管处 与台中市政府停车管理处合作 那将于8月1日开始 在大雪山林道沿线实施收费管理 以每4小时计次50元之方式来进行收费 而由于大雪山林道停车空间有限 东市领区管理处也进行争取 增加到大雪山林道27K 渊嘴山登山口的公共运输 从7月15号开始 于东市发车之251线公车 能够延始至渊嘴山登山口 那每周六日出发 一天会有三班次 这个会进行试半一个月 欢迎所有的民众能够踊跃地利用 东市领管处表示 随着时序进入夏天 大雪山午后容易有降雨 起雾情形 且大雪山林道蜿蜒 呼吁上山民众注意行车安全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凯博庄新闻 记者曲子洋 东市参谋报导 解用车辆太久换新 江华县政府编列2910万元进行贷款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国民法官的参与 让这个司法的制度更公开更透明 我们就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我们需要的不就是不一样的一个想法 去激荡出一个新制度的推进吗 或许是各个阶层各个背景的声音 而且你自己可以提供你自己的观点啊 我会建议大家就放轻松 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参与 我觉得还蛮棒的啊 我也觉得我一定要讲 现在收看的是凯博庄新闻 我是徐子洋 仅用记忆车 因为勤务量大 耗损率高 每年都必须编列预算 进行太久换新 今年江华县政府 总计编列2910万元 采购泰换巡逻车24辆 巡逻车131辆 以及三铺交通室雇处理车 日前在江华县警察局 举办售车典礼 提升警用车辆新动力 江华县长王惠美 在江华县警察局局长的陪同下 一一教育全新车辆 江华县长王惠美表示 自109年起到112年为止 四年来总共编列 1亿7790万元 态换警用汽车164辆 机车488辆 有效提升警察打击犯罪 维护治安的机动力 再次谢谢我们所警察同仁 大家平时日以继夜 打击犯罪 那维护我们本县的一个治安 那也让我们的县政得以更加的稳定 带给我们的县民能够更加的安心 那有远见杂志在2023年的一个 施政满印度调查里面 本县在治安交通的部分 从去年的第9名进步到第6名 也就是说进步了3名 再次的谢谢张局长 张华县警察局强调 相信这批新购警用车辆 投入治安行列之后 能更有效提升打击犯罪能力 维护张华县良好治安 让县民有更安全的生活环境 开播中央新闻张协调采访报道 一卡在手 中章投苗 无限畅游 台湾市推出全国最便宜市民通勤月票 299元 7月1号上入之后 目前卖出超过2.2万张月票 不止通勤 通学购票永远 还有民众特别签户及来台中 市长卢硕燕 在市政会议上表示 299元的优惠 是市民专属限定 开卖以来 民众的永远 显见政策 获得市民的高度好评 台中市交通局在市政会议上 以一卡在手 中章投苗无限畅游 交通月票正式上路 为主题进行专案报告 其中 针对市民专属限定的299元交通月票 宣布7月1号上入之后 目前卖出超过2.2万张月票 一个月只要299不到300块 任何交通工具都可以使用 那你买了这个通勤通学月票 那你就可以 你这个台铁在台中市境内做到保 你的捷运在台中市境内做到保 公车在台中市境内做到保 一天市民朋友只要花10块钱 任何的交通工具任意使用 交通月票的政策 让台中市民每个月花费299元 就可以在台中市境内捷运 公车台铁等做到保 也因此 台中市交通局也强调 交通月票卡 只限本人使用 不可将卡借他人使用 否则有违法疑虑 交通月票推行 不许通勤 通学购票踊跃 还有民众特别签户籍来台中市 显见政策 获得市民的高度好评 未来朝向推出 虚实并行的行动支付 虚拟QR定期票 提供民众多元的乘车方式 提升公共运输使用 凯博庄新闻 记者陈阳源 台中采访报导 庆祝台中市第一大行政区北藤区 人口突破30万大关 公所在新都生态公园 举办草地音乐会 副市长王玉敏与市民同乐 也颁赠第299996 到第30万名设籍民众 幸运好礼 感谢市民支持移居北藤 市府将持续完善各项公共建设 让城市更好更移居 我可以揉获的是999黄金纪念证书 从副市长王玉敏手中 接过黄金纪念证书 这位胡小姐就是北藤区第30万名 涉及的民众 她也同时获得台中捷运365天 无线卡一张 iPad等市价超过7万元的豪礼 第一时间接获消息 还误以为是被诈骗了 非常开心 北藤是个好地方 这边环境好啊 要有大坑可以爬山啊 副市长王玉敏与市民同乐 也颁赠第299996 至第30万名涉及民众 幸运豪礼 要感谢市民支持移居北藤 市府将持续完善各项的公共建设 让城市更好更宜居 北藤区公所在新都生态公园 来举办草地音乐会和市民同庆 去年进来的人数 也增加了4800多人 所以整个北藤区是 非常的蓬勃发展 加上未来 其实台中市政府的大巨蛋 就坐落在北藤区 未来还有市立的附建医院 也会盖在北藤区 那整体台中市也在卢市长的带领底下 我们变成幸福宜居的城市 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口 也已经突破了283万 那希望有更多人 可以来到台中 宜居台中 我们会全力来打造幸福台中 宜居城市 许多市民在新都生态公园野餐 停音乐 放风筝 共度悠闲的假日时光 北藤区目前是台中市第一大的行政区 而市府将持续推动各项的重大建设 全区交通公共建设与商业机能陆续到位 未来发展性持续看好 开播中章新闻 记者陈阳员北屯采访报道 鼓励新婚年轻人 把握25到35岁最佳生育时间 长王县政府加码补助 婚后孕前健康检查 针对脊髓性肌肉萎缩症 进行筛检补助 由于这项检查 健保并没有给付 民众需赐费2000元 县府并列300万 将有750对夫妻受惠 卫生局透过简报 说明这项新的政策 妇产科医师更进一步说明 婚后怀孕之前的 各项健康检查有多重要 特别是一些遗传性疾病 夫妻在计划怀孕之前 只要透过筛检就可以先知道 最重要是我们的 SMA几肋性肌肉萎缩症的一个筛检 这个可以说是独步我们全国 因为我们几肋性肌肉萎缩症 虽然是仅次于海洋性贫血的一个 第二大的一个基因进的遗传疾病 但是它如果一旦得到的话 那我们社会 本身我们未来的下一代 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县长王贵梅也说 这项检测一辈子只要检查一次 不过健保无几付一次要2000元 对民众来说也是一个负担 所以县府编列300万的预算 可以让750对夫妻来做筛检 这次我们总共先拨300万元 然后就是会有750对 大概有1500个人为了 那这个能够受惠 那因为这中间 大概我们现在补助的金额 应该是全国最多的 那我们里面比较特殊 是有做一个叫做SMA的这个检验 那因为它这个是属于所谓遗传疾病 我们我们是希望就是补助 补助这个但是它是可以选的 没有印在里面 卫生局指出 SMA脊髓性肌肉萎缩症 是婴幼儿死亡率最高的遗传性疾病 呼吁刚结婚的新婚年轻人 把握25至35岁最佳生育时间 希望大家多把握检查机会 并育出健康的孩子 凯博中商新闻张西郎彰化采访报道 今天的科研精神区单元 要来加大认识课语 通过镜头一起来学习 谢谢大家 这个意思是说不当主妇反而去当别人的孙子 隐身为有服务不详 偏要去做吃力不讨好的事 举例来说 小华说做人真的好难哦 有时候帮助的朋友 却得不到感谢 真是吃力不讨好 告诫大家千万不要 阿公不祖 祖人家孙子 他给他带来 又念一拜 阿公不祖 祖人家孙子 按自赛 继续了 台中孔庙大前店开放 考仙祈求意识顺利 智慧开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散读再进化 毒品新增人口下降 只是第一步 我们更要支持戒毒者 当他们失去揭纳支持 毒品可能用趁虚而入 政府提出再犯防止推进计划 减少毒品带来伤害 更需要用友善 接纳关怀 支持戒毒者 回归正常生活 欢迎继续收看凯博庄新闻 我是薛斯阳 台中孔庙 今年首场祈福许愿活动 在孔庙大臣店广场举行 很多考生和家长帮我们参加 现场除了鼓礼祈福外 还让考生在大臣店内 首按水晶祈愿球 来向仙师传递心愿 祈求保佑 由黄副市长担任主寄官 带领培寄官 以及所有的祈福许愿者 向仙师祭仙圣 先贤敬拜 许愿祈福 念许愿文 台中市民政局指出 今年主题是堵制例行 虔诚似井 勤勉参加者都能专心致志 勤奋好学 同时预祝他们都能功成名就 而台中市民政局这天 也特别开放大臣店 让大家进入大臣店内 在仙师神龛前 手指倾触祈愿球 向仙师传递心愿 祈求保佑 因为我们大臣店 平常都没有开放 比如说季孔的时候 都只有在外面可以来管理 来或者是祈福 今年特别开放大臣店 让家长让考生 可以进到店里面 有一个祈愿球 很虔诚的 很专心的来跟孔子 自胜先是来祈福 希望自己可以考得好军榜提名 希望自己这次然后可以去顺利 对 古典科医结合现代科技 让不少考生和家长 都感到兴起有趣 也祝福应考者 放松心情 从容应战 肩膀提名 脱颖而出 开播中章新闻 记者陈阳源 台中采访报道 迎接彰化界限300年 由政府文化局规划办理的 2023彰化所读艺术节热料登场 今年活动 以启程张艺300为主题 邀请国内外知名艺术家 在彰化火车站 孔庙以及八卦山等八个地方 设置八件装饰艺术作品 活动期间 每逢周六日 在县立美术馆广场安排街头艺人 学校 社区团队等轮番演出 来自台南国际级表演团队 十股集乐团带来精彩的开场演出 超热2023彰化走读艺术节的气氛 今年是彰化进线300年 县府规划了以启程张艺300为主题 在彰化市区设施了八个大型装置艺术 也串联商家 邀请艺术家在店内举办微型创作展 活动主现场 彰化县立美术馆的广场 每个礼拜六日下午三点开始 都有精彩的表演节目 那再再就是希望大家都来了解这块土地的好 这块土地的美 那我们也鼓励一些年轻伙伴 今年刚好文化部有给这个文化成年礼金的一个部分 在这边通通都可以消费 那同时在彰化县内也有80家的艺文的一个店家 那大家用戳张 那或者到店里面消费 他们有不等的一些折扣 文化局进一步指出 今年走读艺术节的节目安排相当精彩 约有80家艺文厂商一起参与 不但有装置艺术和表演 县立美术馆的广场以及中兴装 都有文创市集可以逛 台湖中章新闻张喜朗章话采访报道 夏季限定的沁南水乐园开张了 这次除了独木舟 SUP的体验活动之外 更加入了水上自行车 龙舟版SUP等项目 活动从7月8号开始 连续6个周末 与清安水道 与乡亲一起尽量放暑假 炎炎夏日真的都快烤焦了 昌华县政府在深港清安水道的 清安水乐园再度开张 今年除了独木舟和SUP以外 更增添了水上自行车 与龙舟版SUP等水上活动项目 你就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这样的活动 那这边呢 你这什么人可以来参加我们的独木舟或者SUP 相关的东西 那你只要能够在我们这边消费满300块钱的收据 那你拿来这边都可以 五到八月再长话先天的消费我们都够算 除了水上体验活动 路上也有气垫游戏闯光活动等 另外海豚物室内也有举办静态滨海生态展览 只要在现场市集消费满300元 即可免费体验水上活动 今天看的跟深温度又不一样 这个是 那个整个水泽也很干净 然后这个很适合推整一个 一个所谓的一个海域游戏活动 那这个海域游戏活动其实你爸爸就很高啦 像今天就是SUP 叫做第四华奖独木舟 它是一个风管 其实这边也把那个是推到风管了 那今天我又第一次看到就是有所谓的就是 水上角落车这个 这个真的是我们从其他的单位 从其他的县市又一直在推 是每年在清安水道这个部分呢 都有尝试的要做一些水上活动的推广 那这个水域也真的很适合发展这个水上活动 也希望就是我们在那些雷观光 除了静态的观光之外 这个动态的能够吸引民众前来 亲近水域亲近我们的海域 现场王惠美指出 这次除了好玩之外 现场还布置了两只大士金和虎金来迎兵 清安水乐园从7月8号开始 连续六个周末陪伴大家庆凉放暑假 凯博中章新闻夜方域深港采访报导 我在台中市后里区 与培育超过500重以上蝴蝶兰及石乎兰 国内外无名的花卉农场 除了年轻一代主任交棒 也成为区公所协助推动地方创权计划亮点 虽然到了炎热夏天 是花卉植物淡季 但农场广场上却藏了亮点 那就是业者特别引进 最后夏天才会开花的侯尾柱 生长得比成年人还高的侯尾柱 外观毛茸茸 像是一条条猴尾巴 让民众看了几乎十分稀奇 游客看了觉得十分稀奇的 是农场最近的新亮点 生长得比成年人还高的侯尾柱 像我们这个的话可以看到 其实它的外表还蛮特殊的 看到那个白白的毛 那其实是它的那个毛刺 如果我们顺着摸的话 其实摸起来感觉还蛮不错的 但是我们要小心 如果往上摸的话会被刺到 然后它整体的外观看起来 它很像猴子的尾巴 所以它会有猴尾柱这个称号 这个的话都是只有夏天才会开花的 而且它开花时间很长哦 它从开到它整个全部结束的话 有两个月的时间 围起两个月的花期 其实就是农场因为炎热夏天 所面临的花卉植物淡季 为了台中市后旅区 已培育超过500种以上 蝴蝶兰其石湖兰 国内外文明的花卉农场 除了年轻一代主见交棒 也成为后旅区公所 协助推动地方创生计划的亮点 因为中部大概就是这个花市最大了 不管是商市或喜庆都会来这边买 因为兰花感觉很清幽 主力是蝴蝶兰 那现在有我们刚刚看到 有很漂亮的花卉柱 那个也是新的品种 那我们这个地区 因为要让年轻人留下来 做从事我们的整个地区产类的发展 所以我们都尽量寻求我们可以配合的厂商 我们门方是一个很好的据点 随着后旅公所近年来宣导地方产业有成 这段期间仍有不少民众 前来购买适合送礼、供佛、喜宴或布展 等各种用途的兰花盆栽 提升淡季的消费力 而区长赖同一 也欢迎大家来后里游玩 还可以看到农场即将开花的奇特侯伟柱 台播中央新闻 记者徐子杨 后里参访报导 新闻最后带你来关心 从台湾一周气象 我是徐子杨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